从来没有停止过要走入民间 像是上个礼拜到彰化 他就首次在镜头前面变法 而这一次则是受邀上节目 他跟一家有故事的人一同吃晚餐 甚至在这晚饭时间 他还透露了小时候的一个秘密 并且还和这一家人一起玩蛇 可以摸他一个 可以挂着然后拍照这样 很多 还凉快 把蛇披在脖子上 光要看的就让人快要吓破胆 蔡英文没来怕 参加节目录影 还和这一家人一同用午餐 我们知道有吃饭的时候有声音机在吗 只要有镜头在场 蔡英文总觉得怪怪的 不过一顿饭下来 聊开了 他也开始说起自己小时候的小秘密 我小时候也都怎么说姐姐 真的 还有一个外事 我姐姐也处理掉 那我爸就跟小孩一起吃 那我爸不如我们讲话 所以我们就这样吃 就乖乖吃饭 可是我常会偷看高线 喜欢黏着姐姐 却也着迷独立思考 蔡英文刚柔并进 从小就看得出来 始终任性 也时常理性 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那反正 做法 我回家 还有 那 其实我爸觉得我还蛮开心 但是我蛮给人的影响 因为我只有生气的时候 才会把话讲得重 人家才知道我生气了 要不然很多时候 我其实是在批评和骂 可是人家都没有感觉到 一顿午饭 蔡英文她一家四口 唱所欲言 事后还在自己脸书 厚上许多互动照片 受邀上节目 不碰政治 蔡英文当素人 没有选举 没有距离 还是有魅力 三天新闻 也要上街白乔英 台北参谱到 好